到了屋里 钱先生握住了瑞轩的手叫了声 瑞轩 他想和瑞轩谈重石的事情 不但要谈重石殉国 也还要把儿子的一切 他小时候什么样 怎么上学爱吃什么 都说给瑞轩听 可是他咽了两口气 松开手 嘴唇轻轻地动了几栋 仿佛是对自己说 他那些干什么呢 比了个手势 请瑞轩坐下 钱先生把双肘都放在桌上 面紧对着瑞轩 低声而恳切地说 我要请你帮个忙 瑞轩点了点头 没问什么事 他觉得只要钱爸爸叫他帮忙 他就应当马上答应 钱先生拉过了个小凳里 坐下 脸依旧紧对着瑞轩 闭了会儿眼睛 又睁开了 他安强了好多 脸上的肉松起来点 他低声地 安强地说 显天夜里 我睡不着 这一成子了 我夜夜失眠 我想 忘了国的人 大概至少应当失眠吧 睡不着 我的门外去散散步 轻轻轻地开开门 我看见一个人紧靠着槐树立着他 我赶紧退回来了 你知道 我是不大爱和邻居们打招呼的 退回来 我想了想 这个人不大像附近的邻居 虽然我没看清楚他的脸 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轮廓来说 他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人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本不是好管闲事的人 可是失眠的人 也脑子是特别惊喜的 我不由得想看清他到底是谁 和在树底下干什么 说到这 前先生闭了闭眼睛 然后把杯中的余滴 倒入了嘴里 砸磨着滋味 他接着说 我并没有往他是小偷 或者是土匪上想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 值钱的东西怕偷 我也没有以为他是乞丐 我倒是以为 他必定有比 无一无十还大的困难 留了很小一点门缝 我用一只眼睛往外看 果然 不出所料 他是有很大的困难 他在槐树下面 急慢急慢地来回绕 一会儿立住仰头看看 一会儿又低着头慢慢地走 走了很久 忽然 他急快地走向了 露西的毒死的门去了 他开始解腰带了 我等着 我狠心地等着 我等他把带子拴好了才出去 我怕出去走了 会把他给吓跑了 对 瑞轩本不想打断老人的话 可是看老人的嘴角 依然有了白沫儿了 所以插进两个字 好叫老人传口气 钱莫银先生的眼睛都发光了 他接着说 我急快地跑出去 一下摟住了他的腰碗 他发了弄 回手打了我两拳 我轻轻地叫了声 朋友 他不再挣扎了 而全身都颤起来 假如他一个劲地跟我挣扎 我就得非松手不可了 他年轻力壮啊 来吧 我放开手 说了这么一句 他像个小羊似的跟我进来了 哦 现在还在这儿吗 钱先生点了点头 他是做什么的 诗人 诗人 钱先生笑了一下 我说他的气质像诗人 他实在是个军人 他姓王 王牌长 在城内作战 没能退出去 没有钱 只有一身破裤罐 逃走不意 藏起来又怕连累人 而且怕被敌人给擒住 所以他想自尽 他定可死 而不做俘虏 我说他是诗人 他并不会做诗人 我管赋予情感 心地爽朗的人 都叫做诗人 我跟他很说得来啊 我请你来 就是为这个人的事情 咱们得说法叫他逃出城去啊 我想不出办法来 而且 而且 老先生要冷住了 而且怎么样 钱伯伯 老人的声音低得几乎不易听见了 而且 我怕 他在我这吃连累啊 你知道 正是 钱先生的活中捏了一下 忠实也许已经死了 说不定我的命也得赔上 据说 他摔死了一车日本兵 日本人的气量那么小 哪能白白饶了我呀 不幸 他们找上我的门来 岂不也就发现了王牌掌了吗 听谁说的 忠实死了 别管了 拜拜 你是不是应当躲一躲呢 我不考虑那个 我守不伏击之力 不能去杀敌学耻 我只能临危不苟 儿子怎么死 我怎么陪着了 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 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 是的 只要他们补了我去 我就会高声地告诉他们 杀你们的是钱仲实 我的儿子 咱们先不必再谈这个了 而要赶快地决定 怎么叫王牌掌马逃出城去 他是军人 他会杀敌 咱不能叫他死在这儿 瑞萱萱的手摸着脸 细细地思索着 钱先生倒了半杯酒 慢慢地喝着 想了半天 瑞萱忽然立起来了 我 我先回家一会儿 和老三商议商议 马上就回来 好 我等着你 老三 因为心中烦闷 已然上了床 瑞萱把他叫起来 极简单讹药的 瑞萱把王台长的事情 说给了老三听 老三的黑豆豆眼珠子 像夜间的猫似的 争得极恶极大 而且发着威严的光 他的颧骨上 红起了两朵花 听完了 他说了声 咱非就都不可 瑞萱也很兴奋 可是呢 还保持着安详 不愿意 因为兴奋而鲁莽 因为鲁莽而白石 他满条四里的说 我已经想了个办法了 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老三 慌手忙脚地 登上了裤子 下了床 倒仿佛 马上他就可以把王台长 背出城市的 什么办法 大哥 先别慌 我们必须仔细地商量一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瑞泉忍耐地 坐在了床面上 老三 我想啊 你可以同他一路走 老三又站起来了 那好奇了 这有好处 也有坏处 好处是王台长 技术军人 只要一逃出城区 他就必有办法 他不会叫你吃亏 坏处呢 他手上的掌子 和说话举止的态度神奇 都必叫人家一看 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 日本兵拔着城门 他不容易出去 但要是不幸而出了岔子 你也跟着遭殃 好吧 老三那牙咬得很紧 连脖子上的筋都挺不起来 我知道你不办 瑞泉要笑 没笑出来 有用吴谋可办不了事 我们死 得死在晴天大日头底下 不能窝窝囊囊地送了命 我想去找李斯大爷去 他是好人 可是对这种事情 他有没有办法 我就不敢说了 我 交给他办法 只要他愿意 我想我的办法还不算很坏 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李斯大爷 要是最近给人家领杠出病 你们俩都身穿重校 混出城去 大概不会受到检查 大哥 你个真有两下子 瑞泉跳了起来 老实点 别叫大家听见 出了城 那就听王牌长的了 他是军人 必能找到军队 就这么办了 大哥 你愿意 不后悔 大哥 你怎么了 我自己要走的 能后悔吗 况且 别的事可以后悔 这种事 逃出去 不做王国奴 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瑞泉沉静了一会儿再说 我是说 逃出去以后 不就是有地狱入了天堂 以后的困难 还多得很呢 前些日子我留你 不如你走 也就是这意思 五分钟的热气 能使任何人顿时就成为英雄 可真正的英雄 却是无论受多么久 多么大的困苦 而仍旧毫无悔改 或灰心的人 记住我这几句话 老三 记住了 在国旗下吃粪 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 你要老不灰心丧气 老像今儿晚上这个劲 那我才放心呢 好了 我找李四大爷去 瑞轩去找李四爷 老人已经睡了觉了 瑞轩先把他叫起来 李四妈也跟着起来了 加七加八的一个劲的问 哎呀 是不是齐大奶奶要添娃娃了 还是谁得了报病了 要请医生了 经瑞轩解释了一番 他才明白 他是来与四爷商量尸体 而马上决定 飞去给客人烧一壶水 喝不可 瑞轩拦不住他 而是觉得 他离开屋里啊 也省得再打岔了 只好就答应下来了 李四妈掩着怀 瞎么喝眼地走出去了 现找匹才生火烧水 趁着李四妈在外边瞎忙 瑞轩本来已简单地告诉了老人 老人横打鼻梁 愿意帮忙 老人低声说 老大 你到底是读书人呢 想得周到 这城门上车站上 检查的急眼 实在不容易出去呀 这当过兵的人 手上脚上身上 仿佛都有记号 日本人一看就能认出来 捉住准杀头 竹编的 连棺材都要在城门口 叫这个巡警拍一拍 可是穿笑的人呢 哎 倒还没受过多少麻烦 这件事交给我了 明天就有一档子丧事 你叫他们俩一清早就跟我走 杠房有笑袍子 我给他们拎两拾 而后啊 是叫他俩装作孝子啊 还是打直事的 我到时候看 怎么合适 咱们怎么办 四大妈的水还没烧开呢 瑞轩已经告辞了 四大妈十分抱歉 硬说柴火被雨水给打湿了 都是这老东西 什么事也不管 下雨的时候 连匹着都不搬进去 老人低声地责骂说 闭上你嘴巴 半夜三更里好什么你 瑞轩要去找前老者 这个时候 瑞轩在屋里 已然兴奋地 不住劲地打唱了 仿佛被食物噎住了似的 想想这个 想想那个 他的思想像走马灯似的 随来随去 没法集中 他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 加入军队去作战 刚想到这 他又看见自己跟招地姑娘 在北海的莲花中荡船 他很愿意马上看见他 跟着他 他要逃出城去 去做抗战的英雄 不不不不 他要改主意了 他没出息 绝对不会欣赏他的勇敢 与热烈的 他这么乱想了半天 开始感到疲乏 还有一点烦闷 期待 是最使人心交的事情 他的心 已经飞到了想象的境界 而身子还在自己的屋里 他不知 如何处置自己了 妈妈咳嗽了两声 瑞泉的心 立刻就静下来了 可怜的妈妈 只要我一出这个门 恐怕就永远不能相见了 瑞泉轻轻地走到院里 一天的明星啊 天河特别的白 瑞泉只穿个背心 被露气这么一亲 他感到一点凉意 胳膊上起了许多的 小冷疙瘩 他想急忙走进南屋 看一看妈妈 跟她说两句 极温柔的话 极轻极快的 他走到了南屋的窗外 李定没有进去的勇气 在平日里 他万也没有想到 母子的关系 能够这么深切 他常常对同学们说 一个现代青年 就像一只雏鸡 生起来就可以离开母亲 用自己的小爪 绝食吃 可现在呢 他目在那了 他绝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他一定要逃走 去尽他对国家 应尽的责任 可是他至少也需承认 他并不像一只雏鸡 而是永远 永远的 与母亲在感情上 有一种无可分离的联系 李定耗他半天了 他听见了小事的哼唧 妈妈出了声了 这孩子 要臭臭 要不许拿 好像你三十小时 一拿臭臭了 就把灯枕给打翻了 瑞泉的腿有点软 手扶住了床台 他还不能后悔逃亡的决定 可是 也不以为自己的腿软为可耻 再分析不清 自己到底是勇敢 还是软弱 是赋予感情 还是神经脆弱之计 他想起了日本人的另一个罪恶 有多少母与子 赋予其 将受到无情的离异 与永久的分离 想到这儿 他脖子一使劲 离开了南屋的床子 在院里 瑞全绕了一个圈 他看到大嫂的屋里 还点着灯 他觉得大嫂 也不像往日那么俗气 与琐碎了 他想进去安慰她几句 表明自己平日 对她的顶状 无非是 叔嫂之间小小的玩笑 在心里里 她是喜欢大嫂 感激大嫂的 可是 她没敢进去 青年人的嘴 那不是为道歉 预备着的